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測控中心通宵看着上海6号第一次在月球的背面採约 正面和背面有什么特别是很不同的 背面的坏度多很多 为什么呢? 正面就有地球的保护 所以流星很少都会撞下去 背面都会多很多 正面的泥土和背面的泥土是很大分别在于太阳风的冲击 正面就有地球的保护 太阳风是少很多 月辈是多很多 所以月辈在科学的价值上是很高很多 真是上天那件事都是我们在这里做的 以往就要求採约人杂 就是这个无人自动採约 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套在香港研发的游戏 是第一次的 我们在背面採约和正面採约的分别是时间更加短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採约器和比较 我们现在就加了很多次的採约 变成了它基本上定位之后 第一次採约的流程 就是第一产做完之后 它基本上第二、三、第三、四、五 就可以差不多自动行 我们和中国那间技术研究院合作的 我们研究过程都不是一次过这样做的 分开很多程序去做 这样都差不多五、六年了 我们就在北京做了差不多两年的测试 这个月辈不是要分 回来就是由国家行天局去管理的 这样就是我们要去申请 这样我们也会去拿的 我们有一套能够长期储存月亮 和原地分析的议器 这一类的课题是特别感到兴趣的 我们现在也是除了我们做讲座 我们也是给中学生来到我们的学校 参与我们的研究计划 另外有些太空靠梭之类 透过这一类的活动 这些都是吸引新一代的年轻人 是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去入行 也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是令到我们以前的一代 是对于这个家国的情怀 是产生它的欠收 我们经常说过香港的时候 是一个国际创科中心 这样去吸引原地 这一代是投身科学和工程的学校 对香港长远来说 我会觉得很大帮助 太空经济本身是包含着很宽的技术 也就是一个年轻人 我们其实希望他们走这条路 其实政府如果肯投放多些资源 支持我们在这方面发展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产业 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也希望有些父母 鼓励多些年轻人 靠近这些技术普及化 靠近年轻人入行